在我国啊 你除了可以买新车 还有二手车以外 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就是这个 RECON 车 其实很多人买 RECON 车除了价钱以外啦 主要原因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配备方面有时候比较丰富 而且啊 你还可以买到一些官方没有卖的这个车款啦 只不过我们都知道 RECON 车其实就是 从外国进口的这个二手车啊 然后在这里进行复兴 整个财道美美 所以你在车厂看到的 RECON 车其实 看起来很像新车这样 很漂亮这样喔 不过呢 其实这个 RECON 车它都是有历史嘛 所以在车框方面呢 还是要小心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我就来到我朋友的这个 RECON 车行 要教大家 如何选购 真正 又漂亮 又整 然后车框漂亮的这个 RECON 车 车框漂亮的这个车框的这个车框 索取方式很简单,只需要三个简单的步骤 促销器有限,赠品送完为止 关于这方面,我觉得我直接请专人来解释好了 有请我的好朋友,阿庆学长 嗨 Jamin 学长好 好久不见 嗨,观众们好,好久不见,我是阿庆 请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啦 怎样去选择真正是非常美的这个 Recon 车 我们不只是有带 Recon 车进来 我们在日本你指定的牌子的话 我们可以带进外国 import 新车 这头是新的Condition 都有 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Recon 车不只是二手车罢了啦 对啊,很多人的概念是以前以为是有 Recon 就是人家用过的,未必,现在不同啦 我们可以 import 到新车,Below 200 毛列都有 哦,OK 简直是全新啦,可以这样讲 这样子就讲,其实我要做 Pre-order 也是可以啦 可以,没有问题 你要什么牌子的 Pre-order 啊,那种超跑型啊 我们都有做,都做很多辆啦 嗯,OK 那讲回这个车况啦 这样假如我买的是这种所谓的二手车啦 嗯哼 要怎样去看它的这个 有什么历史这些? 有,我们在日本买的话啦 嗯,你是讲买新车跟那种 Toyota dealer 买新车的话呢 它就没有那份这样细节的 Report 不过它也是一份 Report 会写 S 的 那份也是原装 Report 但你在上网找不到 嗯,而其余车是我们在避场避回来的车 排卖车 排卖厂,那你避回来的车就有那个原车的报告 嗯,然后那里你可以看那个车况 它有分五分啊,四分半啊,四分啊,三分啊,两分啊 还是那种 R 车都有,R 车的所谓就是大撞车 哦,然后它下面还会有 Remark 那些 有没有撞过啊,有没有花啊 那个 Report 就是一个证明来的 算是一个真相啦 你看到那个 Report 就看到这辆车的全部历史了 对啦,现在上网都能找得到,很普遍啦 大致上的顾客现在给我们买车的话都会问那张纸 我们公司的车都是近 4.5 分以上的车 嗯,OK,那如果这个是否开卖车行,Bit 回来的车对不对 对,你们有买那种不是开卖,就是可能是在外国买回来 然后直接这样进口的车吗 有啊,UK 咯 UK 的话就没有那个报告的 哦,这样UK 的话要怎样检查呢? 你拿回来要看它车的状况啊,内装啊 不过我们也是有一个原装,他们进来的话有一个 detail 写明,但是不会像原装的本这样detail 的啦 这样细节啦 它是给你一个 Information 这辆车来到,很像 例如,Lamborghini Huracan 610, that's 4 来到 5000 毛泪,然后 然后你来到了,你就可以给这份东西 provide 给人家看 然后它是在上网找不到的 哦,上网也是找的吗? UK 是上网找不到的 哦,找不到 它没有那个网站去找这个真相 但是我们都是 provide 真相给 Google 看啦 嗯,OK,所以到最后还是要检查真正的这个车身的车况 对啊,要看车况哦 UK 的话要检查车底哦 因为它们那里的冰山雪地比较没有照顾车 我们所讲的广东话,比较臭的 那本 spec 的话就比较妖的啦 哦,OK 对啦 好 Jing,这样我们来讲一讲啦 如果要 check 这个车身的话,车况的话要讲检查呢? 来,我先跟你讲 这架是刚刚我所讲的 import 新车啦 2019 年 2.0 的 Supra 新车 这个真的是完全是新车啦 对啊,Berow 300mg 罢了 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车啦 带你来看一下先 OK 这个你可以先坐进去 嗯哼 你先坐进去先 OK 讲定论啊 哎呦,太远了 头心太低了 你可以看这些stairling 的地方啦 这些方向盘的地方 这些leather 然后还有 身边这些button 啊 看它有没有萌啊 然后最主要是那些gear knob 的花啦 你可以看它有没有那种指甲花 岁月的痕迹啦 对啦,岁月的痕迹啦 然后还有坐包咯 最容易看的其实是坐包啦 你看这个新车完全是新的 然后还有这里上面啦 这里上面你可以开起来看啦 完全是星星美美的 这个是骗不到人的 除非它整张椅子是换掉啦 然后你讲外装的话呢 你讲外装的话 你可以看这里 这些看有没有大动作的移动过啦 要是有移动过的话 有那些痕迹的 这些叫 suspect 啊 就要派一点啊 就可能是有过历史啦 有历史啊 有这么贵无短短期开过的 然后还有这些staker啊 看有没有灭过啊 有没有在这里咯 OK,再来就是看引擎那方面的 好 引擎这方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定论这些 这些旁边的脚啊 这些车身的啦 车身的柑位啊 看有没有特别凹凸不平啊 有没有做过的痕迹啊 对啦,也可以再讲 然后 然后啊 通常是 UK 车的话呢 它会外面气比较亮一点 然后里面很像射不到这样的 那是原装的状况来的 OK 很多顾客以为是这么去射过气还是什么啊 其实现在的 Europe 车啦 那种 M5 啊 Vela 啊 Vela 啊 很灌碗这样 不均衡这样 那如果我看到里面是美美的 反而是更加有古怪咯 这样不会啦 没有啦 这样不会啦 也是要仔细去看啦 不过你有了那个报告过后 你在看车身 在 jack 起来那个 底盘 再检查一轮就OK了啦 OK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买这种 Requan 车 它也是那个 Condenser 的嘛 就是它的那个冷气柜啊 Condenser 还是 Oil Cooler 你可以用那个 Condenser 来订论一下这辆车 它是不是有 不真实的那种理数啊 因为要是你走的多的话 它很多那种石头洞啊 会打到那个 Condenser 嘛 我们那些 Cooler 啦 你一 jack 上来一看 一切都有答案了的 就讲 无论这个 Bumper 碰到几美 射到几美 几项新的都好 对啦 如果水柜有那些痕迹的话 它就可能是有 加过一段时间了 对啦 没有理由人家 气势可以补嘛 没有理由它 它就送去它换那个 那个 Condenser 啊 那些 Oil Cooler 的 对啦 你又可以由这个来判断下 这辆车到底是不是新车了 OK OK 再来我们讲车尾啦 我带你去车尾看一看 车尾的话呢 你能把这个后尾箱开了之后 嗯哼 然后你能看这里下面 嗯 这个 哎呀 就是看这个下面 这个铁的地方 看这些铁的地方 这种是原装的 原装的 那个 marking 啦 这些原装marking 全部没有动过 大致上是OK的啦 假如是撞过的话 这一个是捕捕回来的 对不对 可以捕捕回来啦 你看到处咯 有那种垂仔打过的痕迹啦 然后你还可以看这些车身旁边 这些 GAM 啊 这些原装位置啊 这些是原装的 GAM 哦 嗯嗯 这些地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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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你是买那些 Alphabet Fire 啦 你又不确定自己 是不是看过 这个是原装咧 很简单 你拿两架来 compare 就可以了 两架不能就拿三架来 compare 三架一样的话 就肯定是 就是做一个比较啦 对啦 你可以拿这样做比较啦 OK 像轮胎的部分呢 哦 轮胎的部分 看得到吗 轮胎部分能换新 但是啊 你可以看那个 煞车皮 可以了解到 煞车皮的厚度 你就确定知道 车是不是有 adjust for 调过你的 理数啊 最重要的是理数 因为理数很容易骗 对啊 老实讲 这个是以前 一路来 有这样子的作风了 现在已经是没有了 哦 是啊 都是 肯定不是这里啦 是外面的市场走着啦 嗯嗯嗯嗯 咳咳 哇 口一点干 嗯 凡购买四条 WIKING 还有DOWNLOAD的UHP轮胎的话 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 如果是买continental的UHP 买两条 可以获得这个 买四条的话 哇 哇 索取方式很简单 只需要三个简单的步骤 促销器有限 正品送完为止 OK啦 那我们讲回这个report啦 所以这边是阿琴 给我看的这个 日本的auction 的这个report的例子啦 所以阿琴可以大概 和大家解释一下吗 OK 看分数叻 最重要看这里 4.5分车以上啦 要是你车况 你的车在四年车里面 都有4.5分啦 是很美了 哦 OK 然后它的这个是外装 就是Experia 它的外装 它这个是用ABC 来打几分啦 A是最顶级分咯 要是这个5的话 刚刚我所说 新车就是S S啦 所以这辆车是S 这辆车是S啦 然后 在它下面这里 它会有这些A1 这些A1 它就会代表是有花 还是小花 然后有U 也是有B 它就代表U的话 U的话是DAN 就是有少少 昂高少少 不过report 正常会有少少 那种stone chip 那种小小昂高少少 要是你讲打擦叻 现在就要小金了啦 打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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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X 就是证明那样东西有replace过 哦 X 的有X 就是有换过 对对对对 OK 那还有什么吗 好像这个是礼数咯 还有它的礼数 毛泪吹起来这里啦 对啦 那这个肯定是你有骗的咯 肯定是真的啦 对 我们是跑外 我们在这里是跑外给顾客真的 没有必要骗啦 我们华人生意做长久嘛 那这个report有假的吗 有啊 可以Edit的 也是外面是有的 Edit过的 但是 我们Provide真的 你可以上网查 对 其实是上网查得到 买得到的 所以在这方面就比较安心咯 对啊 所以现在大多数 顾客来买recon车 都会先问这个report 我们也是可以Provide 没有问题的 OK OK 那今天这个 如何检查recon车的车身状况呢 就到此结束啦 那在这里也要感谢阿琴学长 帮我们做这个解释啦 其实都很清楚 OK 如果想要买这个report的话 大家也可以找他啦 欢迎来找我 一条龙福 我是阿琴啊 不要忘记哦 车行在哪里 O-Kang Road MPB-Kang OK 你们想要买状况 车身美的这个 就是状况完全漂亮的report 可以找阿琴啦 要买新车也可以是不是 可以可以 你要import那种 special一点的新车可以啦 Preorder 对啦 我帮你Preorder回来那种超跑型啦 但是你讲Alpha Wheelfire 现货很多 星星美美的 全部都在这里 没有骗的是不是 没有骗啦 不用骗啦 我们生意做长久嘛 OK啦 好啦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力解答 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还有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记得来MPB-King 探车找阿琴 Support support Automatic good OK啦 好啦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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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